伯爵馆 伯爵馆 怎么折 你看还行吗 玩杂技呢 战术碑锦呢 战术碑锦在哪儿 光这么跑来跑去的 顾家馆 你是教育馆 你除战术碑锦 俺让兄弟们招着做不就是了 那好 战术碑锦是这样 你所有的乘戟 都被我三排子枪扫倒了 也就是说 你一匹马都不剩了 好 接下来 你怎么给我夺下前面的吉祥阵地 七兵该步兵了 成 成 该就该 走开 老臣 差不多得了 我看他们挺卖力的 文静 你别乖 七兵下马 我非遣散了这帮华 七兵下马 七兵下马 你怎么用实弹啊 国家敢跟他处情况 咱敢马虎了 咬味就味这 假的是还捞扰扰的吗 哎呀 你怎么用实弹啊 快点快点 这么磨蹭蹭的 我可不能跟你们合格 奶奶个凶的 现在不拼命杀手拼命 都给俺拼 谁不拼弄死谁 赵松车 你这么真强实弹的大 非得出人命不可 他奶奶个凶的 今儿不弄死了一两个 老长果不留怪啊 你骂谁呢 这啥里口头鱼 没骂谁 我是你大爹 你同意吗 这也是我的口头鱼 你快叫款 爹 叫铁 爹 好吃 他张宗长就这么大坏鬼子呢 可不嘛 不气不脑 面不改色 弄得郭茂晨哭笑不得 这个张宗长 他是家条下额的 硬冲大屁股眼 你这给他编制啊 他叫你亲爹都行 这种人我打小见多了 可郭茂晨 人家不适应啊 我我我都想了 哪天我要带他们来一块去关帝庙一块拜拜 这就对了 人呐 得有点毛病才行啊 有毛病啊 你才能欲去相交 看不出毛病来的人啊 看不出毛病来的人啊 那就说他没有真情 没有真情 你怎么可叫 你呢 冒沉啊 水太清 这也算毛病吧 在咱 奉君中啊 当年 随我在朝南 拉队伍起家的 那些弟兄们 我叫他是老派 还有杨雨婷啊 江登选啊 韩麟春 没 没错 像这些人留过洋 学过东洋人练兵 我叫他们洋派 过去我是靠老派 打出了东山声 现在我是要靠洋派 教咱们怎么开飞机 打洋枪 大碰 还有一派啊 你像那个 郭茂日辰 李景林等等 没留过洋 但上过陆大 保定军校 我叫他们统派 他们呀 能够当兵的 水大炕 吃一锅饭 那适合咱们训练队伍 要整军 整武啊 要整军 整武啊 要整军 整武啊 就得要把这三种人啊 拧在一块儿 用好了 你这个整理处长官啊 就喝咱了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这儿啊 有一条子 您得给劈一下 劈啥 劈钱呢 财散人俱嘛 来来来来 准 批啊 请 有 虎蛊酒 咽过鹅椒 送我的 你老楚 山海关一战 种大菜 骨头找结实了没有啊 撤 撤 破呗啊 茶壶 我说你小子 粗手阔粗呀 在哪儿发横财了这是 过了 茶壶 不是拿抢银行了吧 韩清让我转你的 那也不能想拿这么多 你倒 韩清还是咱一起舞班 一块儿看闲台搁的那会儿啊 你知道 如今奉军的调赌大权 在谁手上吗 这点儿算啥 这一星期 我徐承鄞 挥金如土 九会 五会 排局 不知安排了多少场 你俩不知道了吧 咱们总司令部那边 早就改口了 管老张啊 叫大帅 管小张叫少帅 以后咱进这儿去汉庆 可不能再排剑榜了 也不能再第一七五班那些老话 那也不至于 咱哥几个呀 是汉清的嫡系 血亲血亲的 说点你们不知道的 现在呀 郭九官跟汉清的关系 微妙了 怎么会呢 官再大 师生这一种不能没有吧 你得提醒他 问题他现在是整个奉军的少帅了 杨宇婷 江登选 韩林春 只对他亲热 天佑和郭同龄个个冷冷的 你说 郭教官那性格 能和那些人同流合污吗 可是这往后绝得留心了 你茶壶在汉清身边 守着一条 别挑事 两边都是能人 那是 那是 你茶壶啊 如今也混到高层边上了 这放个屁出来 那都是内部动向 怎么着 说一个好玩的 透透 那就 再说一个 就说那个张宗昌 知道这人吗 知道啊 就是那个让郭教官差点给遣散了 汉清出手相助 才渡过难关那个 叫他 就这几天 白捡了一支白鹅武装 一共得多少人知道吗 一万多人 你说这张东昌 俩月前还破马张飞的 就这一瞻眼 弄出一万多人的精锐出来了 就从这件事上看 你说 汉清是不是比郭教官 还厉害 是啊 咱汉清还是能容人 就跟大将刚似的 这啥啥都能装 各有所长吧 郭教官是一战将之才 汉清弄好了 还真能成一帅才 一会儿啊 我得去军官俱乐部布局去 啥局 我说这两拨人都好斗 咱得来点火药味 让他们互相撕打一通 彼此出口气 不打不相识吗 打 你可别瞎出主意啊 我得来点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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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药 都来得够早的啊 快请 张总部长 杨总长好气色啊 郭教官没和你一车同来啊 我们俩打对家 一起来不合适吧 避嫌哪 盼青 钱袋够了吗 这儿输多了 可不行大白条 我倒没什么 关键是老江 盖不设账 盼青就算了 不知道郭鬼子能不能输得起 别到时候输极了拔枪啊 貌尘这牌风我是试探过了 跟他打仗一样 一心做大牌 一掷万金 绝不吝啬 再说了 杨总长在这儿 谁还敢口口嗖嗖的 是不是 放心吧 韩清 我已经跟这俩家伙打过招呼了 今天晚上裤子可以输掉 但你韩清的面子必须给他 接不住啊 接不住 都是高级军官 必须得有粉度 来了 韩清 几位长官都在啊 皇审 怎么还带俩随同啊 介绍介绍 这位是我六旅的军需官 这位是玉民银号的马经理 请他们两个过来 帮我照看赌注 从旁计账 要是输再多了 就得是 这位大财神帮我还账了 我的天哪 冒陈你这是抬着棺材找死来了 不 是途生来了 跟打仗一个风格 致死地而后生 请 行吗 行吗 不好意思 对对胡 小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冒陈哪 嗯 你们慢慢玩 我就不奉派了 公司还有点事 杨总长客气 说冒陈无礼了 程一 到 帮我送一下杨总长 是 走好 杨总长 请 徐副官 你有没有觉着 这麻将确实是仙人们的天才发明 彼此兵不见邪刃的互相咬牙撕扯 却又毫发不索 杨总长话说得轻巧 这几个人能凑一块 我的老板动了一个星期的脑袋 但愿新城所至今是围开吧 杨总长今晚能力临到场 已经是天大的荣幸 我那副官 由你一半送你了 别玩了 走了 一饼 合啦 二龙细猪 发什么喽啊 副账 你说说你啊 现在春风得意啊 呼风唤雨的现在 我老将就这点好 我是心无杂念 身无旁骛啊 我说你算了吧 就一打牌 别自吹自擂啊 赶紧的 没错 我郭松林有杂念 这一把牌 可不就是输掉三个连的半月菜金 你要这么说 那这账得我付啊 你们六旅的伙食账啊 一分钱都不许动 值得了 长官 这个听汉清的意思 我们是在赢六旅的公款啊 这欲心何人呢 我还没那么无耻 我今天带来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郭茂晨存在六里账上的个人金贴 要是不信 江总监可以去六里查账啊 我江登选敢查你的账 谁不知道 查你郭茂晨的账 就是查张汉清的账 查汉清的账 那不就是查老帅的账吧 这话说的啊 有点问题 老帅是老帅 我是我 也对 咱们在座的谁的账 那不都是老帅的账 那不都是老帅的账 你老恨是高人 全咬酒 胡了 你打什么不行啊 偏打一东风 我哪知道 他憋着做了这么大一把牌啊 老江 不能让你把把都赢 服装服装 该东风压西风了 各位长官 老狗弄的夜宵到 要不要打个尖 这首席才刚刚上来 不能断了套 你问问蒋长官韩长官 那就接着打 接着打 有一年 北京一家律师所开张 请徐叔征提对联 上连是 开公是房 下连是 了私情案 开公是房 了私情案 这有什么呀 没什么水平啊 这有什么讲究啊 你倒过来读读 倒过来 这怎么个意思啊 房市公开 案情四了 冒陈呀 没想到 你外表冷俊 内心藏有一盘烫火呀这是 我跟你讲 冒陈呀 可是咱们司令部里头 这个荤段子第一呀 要急 糊了 十三太保 都是你分心了 得这么一大跑出来 你不能老怪我呀 你开了这么一头 房市房市的 你说我这脑子 装不了那么多东西 一根筋 光像这事儿了 还打错了 我那是放的烟木丹 你知道吗 迷惑敌人的 来 你怎么才回来啊 天都亮了 还是把你吵醒了 苏绣 快给我加点热水 快点儿 我得好好洗洗这双手 今天这手上可是占了邪气了 藏得很 来来来 行吗 行 再来点儿 行了 行了 谁赢了 当然是最坏的那个人赢 江胖子 除了他还有谁 那你输了多少 小三万吧 反正是汉秦兜底 那多没趣 有去也好没去也罢 汉秦一片好意 我能说什么 羽郎共舞吧 如今的奉天 那坏人都联合起来了 反倒是你这样的好人 单打独斗 你怎么知道我没在联合 江五堂都办到第四去了 军校是凝聚精英的最好场所 别看他们现在都是些最基层的军官 凤天的将来 一定在这些年轻人手上 这都什么事 你是没看见 包了满满一皮包钱走 嘴上还说着不在乎钱不在乎钱 就那副嘴脸 居然也是整理处的副总监 你得学学进化论 物敬天择 你就没那么生气了 达尔文先生肯定没和坏人一块上过牌桌 跟坏人打交道啊 也有好处 没有狼的地方 羊群总是懒羊羊的 没有生气 反倒是有了狼群这样的天敌 羊能生存得更好 不管怎么说 今天总算见识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赌徒 好笑得很 韩林春怡在咳嗽提示 可人家两只眼睛都赢得出血了 遭遇罢不能了 是实在飞 走走走走 好像上帅呀 他骑车咳嗽呢 你看看 你看看 他飞得真不错呀 是啊 他坐他几个小子就单飞了 跟他老子一个样 上天也这么肥 大胆也是成功的一半嘛 大胆有什么用啊 要没我叫他 他能飞这么力多 看什么看 都滚回轿出去 是是是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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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在飞呀 飞这么低呀 肯定是我那个小溜子 别人谁咳嗽 不是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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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王 掀起来啊咋的 不是 六子是要飞了 那你得说说他呀 这这这这不从前了啊 他现在担着多多多大责任了他 两辈人说他也不听啊 随他去吧 不是 这不是 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也爱撒撒爷爷 专挑一个猎马骑骑吗 这 他也 但是 我觉得飞鸡这个玩意儿啊 比咱们当年那马骑老口些 精巧啊 他妈的爸的又来了 这 玉婷 这这这这 你看这太危险了 这这这这 我知道你啥意思 起码为人帅心 来 咱咱咱 我说呀 整军精武啊 是搞对的 飞机有了 军舰也有了 陆军各旅滩 那个面貌位置一改啊 东北自治原有呀 这会有些经济损失 没想到啊 这收入反倒增长了 我说是 今年这个税收总额呀 够达 三千余万啊 好啊 这个 王永江建议我 闭关自首 宝敬暗民 我当然想听王秀在的了 可是恕敬风不止啊 玉婷啊 都说 安嫔穷义 奈富贵难 忍痛意 忍养难 咱不能有几个钱 就烧包啊 从这点上 我讲着王秀才的话 有道理 傅春的话中听啊 可是你安分了 他妈的 别人不安分呀 关里那几个人 谁不在挑事啊 那个南方 那个孙文 他安分了呀 他安分 他就不会让汪精卫 和咱搞合约了 那个吴紫玉安分了呀 他要安分 他就不会操纵曹坤 去汇选大总统了 那段秦瑞 段秦瑞安分了 他 他要安分 他让浙江市里 早降吴紫玉了 那封一下安分了 他要安分 他和咱 安通款曲啊 没想到你雨天私底下 办了这许多外交啊 下安分 啥叫外交啊 外交就是老鸭子浮水 面上看着田径 水下面啊 俩鸵子死滑了 来来来来 来这吧 好啊 好啊 那个刚才天上是你在飞啊 不是我在飞 别人带我飞 那不一样吗 那能一样吗 别人带你飞 你的命在别人手里头 你个小兔崽子跟他老鼠玩一张狗令来啦 别给我幽嘴花蛇的啊 你自己啥肉费啊 咱航空处有章程 咱是个总办 也得听章程的 听听听 向个司令官部 你懂得挣人钱挣己了啊 还是谨慎长好 要学会找替身 古今城大使者 必须会找替身为第一要义 找替身就不费劲了 也费劲 费大劲 人家要生起气来 比你气性大 咋了 是不是那个锅鬼子 又让你不痛快了 哎呀 牙齿和舌头不还打架呢嘛 那你不是冒陈记我 我记冒陈吗 有时候为争一本书 都要吵一架 不是 人吵完了呀 不是你哭就是他笑的 俩小孩一个奏性 回去吧 又一贯楚楚了 嗯 晚上哪儿去啊 菊池还记得吗 记得 辞职回国了 又回来了 我爸在总领馆做武官 今天晚上约了我吃饭 你还真忙 忙点儿好 我忙了咱爹就闲下来了 要不你什么时候见过他在花园里溜弯啊 感觉你还真顶用啊 那当然 咱爹比你放手 inspector 空军 海军 外交 能交办的都交给我办了 你说我不放手啊 嗯 我没说你不放手 我只是说 咱爹比你放手 那鞋不是紧吗 来 穿着这个吧 新买的 不用 穿着就松了 走了啊 承鄞 是大帅小偶 是的 武官先生 对我 你就不用客气了 咱们也都像你的朋友了 不一样喽 那会儿你是帅爷的私人顾问 现在你是日本国的武官 帅爷再开警局会议 总参谎长先跟你谈 橘池先生 还好吧 很好 很好 你看 咱们不得不严肃地谈话 毕竟你我代表着各自的国家 我端意 来 坐 请坐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江浙战争爆发了 这个 江苏都军和浙江都军打起来了 你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人的蝴蝶 因为是 这些人的蝴蝶蝶蝶蝶蝶蝶蝶 监视 上海 山西 山东 河南 江苏 直立 包括北京都可能大雪纷飞 大帅已经决心 要由曹根大总统 无辟赴战争作战 鉴于此事重担 大帅急于知道 贵国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的态度习惯了 这你应该了解 举尺五官啊 咱是老朋友了 没必要用外交辞令吧 那好 我换一种说法 我才听见 假如对植物作战失败了 他们打到东三省来 你们会怎么样 能否 恰当地予以我们帮助 你是在假设 我也骄傲嘛 当然要顾及到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我没有受转回到假设 那你能不能转达我们的担忧呢 这应该没问题 那就好 还有一种假设 我们这一仗打胜 并且使大胜 进而影响到中国统一的进程 贵国又会取何种态度 我不会打这事 那就转告好了 当然可以 如果 我奉军主力全数入关 那么东三省的父辈 就可能遭受苏俄的威胁 贵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也很关心 看上去 你们已经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想到了 就像已经不够逆转对吗 是这样 吴冠先生 如果已经见了 那么 今天的同胞 是否已经晚了一点 鞠鞠啊 鞠鞠先生 你在公署任职多年了 大帅这个人 你很清楚 他就是这个脾气 对不对 他习惯自己做决定 而不习惯别人替他做决定 既然中到的讯息 我们要责量 尽早就要忙的动机 请便 吴先生 那个药什么千万记得吃啊 别忘了 走吧 啥时候开拔啊 没说 少兰舅舅在铁路上 说是京风的客车停运几天了 这铁路上跑的都是冰车 多扰烫白天黑夜的网关内去 说光伤兵的绷带 都拉了好几节车皮了 那得死多少人哪 别吴鸦嘴 这熊烟熊女的不好乱讲 多不吉利 你看咱奉执的脸都白了 凤丫头 放宽了心 咱六子是军团长 这军团长都不保了 那还得了 老五 你那消息多 给咱姐妹们也透透 你说 这一下打和上一下打 不会又一样了吧 那能吗 这一些年 那是准备下了 五个军团 人数是被上回少了 但是兵精将汉呢 上一回打 那才寄门泡 这一回那添了多少大炮呢 你听听 我跟你讲啊 所有的部队 都已经整军精武过了 个个都是三八旅了 老朕 上回那三八旅是出了名了 可那是多少人命换的呀 多少个兵团 到最后打的都没剩几个人了 你就算都成了三八旅 那孤儿寡母也 四姐 咋了 没事 让四妈妈说吧 说说俩心里好受心 也是 这什么都往最坏了想了 也就心碎净传了 对嘛 你说上一回 帅爷以为六子没了 结果呢 虚惊一场 话别为喜不是吗 四姐你非得说哭了 风之谱吗 你也不想想 那这些年 咱们帅爷和六子卧心长胆 为了啥 那还不是为了血耻吗 我老五信得过自己的男人 他们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去撞男强 你说他们 那天时地利 他们哪天不在装这个呀 你说你四姐 你知道什么叫三脚同盟吗 不知道吧 那就是广州的孙文 还有老段 再加上咱 咱们三家联合繁殖 那可跟上回不一样了 这回可不是咱爷一个人大拿赌斗了 知道吧 不一样 婚业头 放心了吧 这外面风大 妈妈们去我屋里坐会儿 行行行 走 老五 把你知道的都跟我们讲讲 好 一会儿跟你细说 明天早上五点来接我 是 敬礼 走 瞧啥呢 好像溜子回来了 你什么都不要说 你今天晚上依旧话都不要说 不要扰乱我的军心 我明天就要走了 今天晚上回来 专门看看你 Messiah 你还不相信 你还要走 darj 你还要闹着 对 你还要闹着 人家 你还要闹着 杀 我时 这 Nov 你也要闹着 我还要闹着 闹着 你帅小六子 外头有没有女人啊 瞧你说的 感情我是你那些真机作探呢 不管他外面有多少女人啊 今晚上能回来待在自己家里 那就是个大丈夫啊 你不知道白天的军事会议上 都什么气氛 所有的军团长 副军团长 没一个多嘴的 更别提开玩笑了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都怕上前线回不来呗 还真那么想啊 可 可不是笑不出来吗 谁知道谁是死是活呀 谁心里都明白呀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 所以啊 谁心里都得有个准备 那你怎么准备的呀 啥呀 你有准备了吗 我准备啥呀 非得我说出来 那就别说 什么也别说 你不说就行了呀 连你心里都没底 也难怪奉执那丫头了 他这样做 也能服众啊 我在帮他 护他 捧他 也不如他这一下子 真大呀 真他妈的玩命啊 鲤鱼跳龙蛮啊 跳过去了 他就是龙 跳不过去 回来当他的鱼 说一会儿 整个量我要送他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至十月 凤系张作霖部 与直系吴佩福部 在直立凤天地区 为争夺北京政权 而发动了第二次直凤战争 军事议上 第二次直凤战争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由海军空军参加 并取得重大作用的内战 此战死伤特别惨烈 政治意义上 第二次直凤战争 以缝隙胜利而告终 从此直系军阀 基本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北洋政府开始了张作霖时代 别增长喔 门